好 歡迎大家回到我們第二集 那今天要來教大家做一些比較核心肌群的穩定訓練 那核心肌群相對來說 其實對於不管是什麼運動 核心肌群 不管是對於像是怎麼運動來講 其實都非常重要 因為跑步當中 如果你的核心肌群不夠穩定 很容易在跑步當中 你會有點開始身體左右搖晃 甚至跑到後面動作就會開始有點走樣 所以今天要來教大家怎麼樣再加 就可以輕鬆維持核心肌群的幾種訓練方式 首先大家可以先找一個 可能是在家裡的地板 或者是稍微鋪個瑜伽墊 那我們接下來第一個動作 就要從棒式開始做起 我們今天教大家的核心肌群 比較是等長收縮的核心肌群訓練 那相對來講 如果你的等長收縮比較低強度的刺激做得很好 接下來幾週我們強度陸續提高 對於你的刺激也會比較有幫助 首先我們先從第一個棒式刺激開始 那在你的肩膀位置先找一下 手肘跟肩膀成一直線 然後腳尖大約跟兩個肩膀寬一樣的位置 腳的位置寬度大概是找這樣 然後待會開始的時候 把腳稍微踩著地板 然後肚子稍微撐起來 那這個時候就會看到你的身體 從肩膀到腳踝接近一直線的狀態 那我們頭啊 盡量是看著你的手掌的位置或平視地板 不要往前看 因為往前看了之後 好試試看往前 你的脖子有時候會用太多 肩膀就會開始出力 所以看著地板 然後身體成一直線 那我們就這樣的動作 就維持大約40秒的時間 然後保持呼吸 吸氣 吐氣 吸氣 吐氣 讓你的身體躯幹成一直線 那動作記得不要做到 屁股翹太高往上的動作 那這樣的動作 就會讓你的下背肌開始做一些代場 身體就會比較疲勞的點 就不會在肚子上 然後也不要讓你的肚子 完全潮下去太多 那像這樣的動作 都是比較不正確的狀態 所以讓身體成一直線 然後頭看著地板 保持呼吸 維持大約40秒鐘的時間 接下來第二個動作要教大家的 就是腹外斜肌 也就是側棒式的刺激動作 剛做的是腹直肌群的 等長收縮訓練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 就是腹外斜肌 也就是側棒式 那待會先從你的頭 感覺一下從頭到腳 接近成一直線的狀態 屁股不要往後掉太多 那待會的動作 你可以先從兩個腳分開來的動作 開始嘗試 那這樣的動作 強度會比較低一點 相對來講會穩定一點 那待會的動作 手肘一樣 保持在肩膀正下方 屁股稍微撐起來 離地往上推 那髖關節夾緊 手往上做一個平衡的動作 那在側面看起來 不要讓你的身體軀幹 有太前旋的動作 或者是太往後轉的動作 這樣都會讓你的 腹外斜肌的刺激位置 比較不正確 也會比較有一些 代殘的問題產生 所以讓你的肩膀 從肩膀、髖關節、踝關節 都要成一直線之外 屁股的位置 要稍微離地撐起來 那有些人動作 做錯誤的動作 就有點腰往下掉 那這個時候你的下背肌就會支撐很大力 所以把髖關節夾緊 屁股往前推 讓身體成一直線 那這個動作 我們訓練的位置 就是腹外斜肌的肌群 跟少部分的臀中肌 臀上肌的刺激 大約我們維持40秒鐘 保持呼吸的狀態 接下來我們動作 做完一邊之後 記得換一邊 那換一邊的同時 順便來教大家 怎麼做一些比較難度 高一點的腹外斜肌的刺激 如果剛的動作 對你來講太簡單的話 接下來教大家兩個 可以提升難度的方式 第一個要把你的兩腳併攏 然後一樣是屁股夾起來 往上推起來 好 撐起來的動作 剛的動作是兩腳分開 難度會比較低一點 因為比較穩定 如果你可以把兩腳併起來 這個時候強度就會稍微提高 因為它的穩定程度 很容易就會前後開始轉動 那如果你是腹肌超強的人 你可以把你上面的這隻腳抬起來 那這個時候難度就會更加提高了 你的肚子之外 你的臀中肌群 跟你的腿後側肌群的參與 就會越來越多 那這樣的刺激 就會比較是全身性的方式 那重點我們一樣做40秒鐘的時間 做完之後準備做下一個動作 好 下一個交搭的就是下背肌的刺激 就是喬式的動作 那喬式很常會有人做比較不正確的動作 就是他的髖關節的位置 有可能太前旋或是太後傾 都可能導致你的下背代償太多 導致他們有一個比較穩定的方式來做訓練 所以大家的動作 先感覺一下你的髖關節 有點往前旋 往後旋 找一下你的骨盆角度 然後回到最中立的位置之後 你應該要感覺到 你的 你的下背肌群就是背的位置 不會有衣服被拉開的動作 我們做一個髖關節有點往後旋 當你屁股有點往前 然後髖關節的位置沒有這麼正確的時候 其實下面這邊會籠空的 衣服就很容易被拉走 所以記得下背完全貼地 感覺像這樣的狀態之後 兩腳踩緊地板 然後縮屁股 夾臀往上推 這個時候大約從膝蓋開始 然後持續到你的髖關節 到你的肩關節 也會呈現一個斜下來的動作 那這個動作主要刺激就是下背肌群 還有你的屁股 那還有少量的骨二頭肌群 就是大腿後車 幫助在跑者穩定前進的動作 也非常有幫助 那一樣維持這樣穩定的動作 然後持續時間大約是40秒鐘 那如果你覺得太簡單的同學 你也可以把嘗試單腳站起來 變成施痕的不穩定的動作 單腳前伸 這也是一個加高難度的動作 甚至你可以同時連續換邊往前 然後下來換邊往前 那記得做的同時 不要讓屁股的重心掉下去 那可能就會動作不太正確 好 我們這個動作下背肌 一樣維持40秒鐘的時間 持續動作 接下來我們最後一個動作 就是要來帶大家做一個 比較接近跑者在跑當中會做到的刺激 也就是超人式 那待會的動作 我們會左右手分開 左右腳分開 所以右手就會對抗到你的左邊左腳 然後往前往後做一個延伸的動作 然後回來 那如果是左手就會跟你的右腳 去做一個搭配 所以我們待會先從單側前進 右手右腳往前伸 然後回縮到最緊 手肘跟膝蓋稍微碰到 往前伸 那回來 那這個動作的刺激目的 是比較接近在跑步當中 左手右腳會有個失痕 又需要對抗平衡的動作 所以用這樣的方式來刺激你的兩邊肌群 做一個平衡的狀態 那左手右腳往前伸 那回來的時候 往後縮到最緊碰到 這個時候刺激的 除了你的上半身軀幹穩定的狀態之外 第二個就是刺激你的核心肌群 也可以得到一個有效的收縮 對於跑者在跑步當中的穩定性 就非常有幫助 所以往前往後 縮回來 往前往後 然後平衡 然後縮回來 這動作單邊持續40秒鐘 做完之後 換邊 往前往後 回來 往前往後 對 回來 好 那記得做的時候盡量保持你的身體軀幹 這個位置不要左右搖晃太多 好 我們第一個喬事的動作 40秒鐘 預備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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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3 2 1 好 40秒开始 夹屁股肚子用力 5 4 3 2 1 换电好准备3 2 1 Go 夹屁股向上 夹屁股向上 5 4 3 2 1 好超人士 Go 踩 回来 踩 回来 踩 5 4 3 2 1 好 我们做换扁 好 3 2 1 Go 好 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上這五個動作就是今天教大家的一個核心的記憶力循環的練習 你可以每次每個動作持續40秒鐘的時間 然後重複大約四回合的動作 所以你可以做一回合休息兩分鐘 第二回合休息兩分鐘重複四個回合 透過這樣的刺激你就可以得到一個很好的肌力維持 對於你在接下來跑步也不會突然覺得核心肌群怎麼都不見了 那在明天你可以簡單做一個跳繩的刺激 今天刺激完核心 明天你可以簡單刺激一些比較神經跟肌肉連結的跳繩訓練 它可以增加你的懷關節肌群之外 接下來也可以透過跳繩 找回一點跑步當中的一些敏捷速度的這種感覺 明天的跳繩大概可以持續大概是500下休息一回合 然後大約持續三到四個回合 那每回合中間可以休息兩三分鐘 所以跳五百下休息五百下休息 那透過這樣的跳繩刺激 可以增加你跟肌的強韌度之外 也可以透過這樣的訓練 維持你全身的敏捷性喔 我是你的家楊哲人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 大家可以喝醉嗎 我叫你喝醉呢 為什麼是你喝醉 對於小鵬香 咸的錢 我會喝醉 我讓你喝醉呢 你喝醉呢 我會喝醉